威樂結束504出品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1.30的120對抗INFY的比賽 紅色的UD120對抗他的對手是藍色的HumanINFY 這張地圖好奇葩啊 還有瀑布啊 好奇葩的地圖 這張地圖也是在1.30重新加到我們這邊的一個天梯賽中的一個情況 好吧我們來看一下這場 亡靈打人族的錄像 喜歡魔獸爭霸的朋友看到504出品走過路過不要輸過 加個關注再走唄 對吧 我們先看一下這張地圖吧 大致先看一下這張地圖 瘋狂點位 瘋狂點位的話不是特別強 有墊狗 有牧師 還有大狗 這樣子人族的話開礦還是可以的 不是特別難 石頭人 大點位的話看看在哪裡 我們都看一下吧 這個瘋狂好弱 這個瘋狂就很弱 這個瘋狂的話好像 這邊礦點很奇怪 一二三對吧 三個礦點不是對稱的這張圖 這張圖不對稱的 這裡的話是一個市場 拍拍熊 走的一個市場 很奇葩的地圖 這邊的話是蜘蛛 大臉的話是我們這邊的十級龍龜 哇 十級龍龜 可以有 這邊的話是一個獸族步兵骷髏 好吧 這個怪都很多 很變態 好 回到比賽 一個蜘蛛流開局的 UD 手發英雄 力曲 用力曲手發 哎呦 變戰術了 變戰術了 我們這邊還是大法師 大法師 好吧 三名房 敲得很早 二名行 好了之後 直接放下三名房 然後拉出名兵 大法師 步兵 需要練習 會不會是這個點 會不會是這個點 感覺會是這個點的一個 沒有 選擇這邊333 先處理掉這邊333 波特曼的話也是看到 我們 120的基地 看一眼 看一眼 晃一圈 我估計他們的話也對這張地圖 並不是說特別特別特別了解 這張地圖其實在1.29的時候 就已經是有的 只是沒有放到天梯裡面來 現在放到天梯裡來了 好吧 蜘蛛也是拉一下這邊的兵 啊 步兵也看到了 我們這邊是一個蜘蛛 蜘蛛流開局的UD 再看一眼 再看一眼 這張地圖 處理掉這邊的小怪之後 大法師到三級 拿了架屬手套 看這邊什麼寶物 敏加三 力氣的話是拿了一個紫環 這回 英平沒有選擇開礦 而是選擇各種練習 蜘蛛的 這邊小點很多啊 這個小點特別多 五級強制者 一個五級怪加個一級怪的配置 還是很少見的 欸這種 這種還是很少見的 放下全杖 這個把握就很好 魚氣就往這邊走 直接練風礦 這個礦的儲存量的話 我們看一下 呃 在1萬多 蠻少的 蠻少的 這張地圖真的分一半一半,但是這個礦點現在是少一個 這個就有點奇葩,就有點奇葩地圖 這怪是恢復加血的 一本米蘇 小點特別多 因為是一張新出來的圖 主要是幾個練習的節奏,練習的順序 要好好把握 到現在大瑪士都還沒到3 真的挺慢的 要練到挺多的小點之後大瑪士才能到3 這張地圖主要是這個小點特別多 經驗值不是很集中很分散 又是一個敏加3之後是一個隱身 敏特別高 前面吃的敏書,這回大瑪士又吃的是敏書 那我們現在大瑪士是29點敏捷,比智力都高了 這次也是拼命的練習 雙方並沒有前期有交戰 然後練完一圈大瑪士到3之後 我們開始準備拿風況做文章了 人族這邊的話是2本也好了 那馬上就好 等明兵過了 要處理掉是個兩個司機關 先處理司機關 然後這個水元素主要是來扛我們 就被武器受力了 傷害 欸咻 啊 還是用了魔術來去錄這個 沒有用那個網易的 那個天體的那個叫他 那個NW的天體的那個叫他 所以這個問題 雖然說暫時還可以錄 但是也是蠻麻煩的這個問題 大瑪士找個水元素 拿的寶物都很垃圾 雙方都是垃圾寶 因為沒有DK的存在 所以這個蜘蛛只能跑 點死 送了一個佛特曼 一個佛特曼 換掉我們這邊一個蜘蛛 大瑪士名很高啊 又是一本名書 這張地圖的話 你弄一個劍聖就很賺了 再點蜘蛛 拼點 在壓制蜘蛛的同時的話 我們這邊還有個瘋狂在照 好吧 這邊是瘋狂在照 大瑪士血量很低了 不敢浪了 欸 山丘之王加入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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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地圖 porch 可以把蜘蛛全殺完的 要全跑 吃掉 吃掉之後的話 我們的力氣血量也不是很多 啊 藍量也不是很多 其實夠啊 我覺得這把強 前面強殺力許是有希望的啊 我覺得夠的啊 因為力氣的話 本來就不是一個很厚的英雄 啊 這裝備當時挺好的 唉 有沒有槌子 給上 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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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石頭人 帕姨風格好,是不少方式的打作主角,打不敵人的敵人,雙方 Behind the DK被捶住,交换回城 DK被捶住,交换回城 DK被捶住 oluyor 西地龙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直升機去對抗我們這邊的毀滅 火槍也在出,家裡沒有任何防空系統 現在這個毀滅是無敵的 一個,再來個飛艇,哎呦,糟蹲了,要回塵了,要回塵 飛艇了,回塵 敲鐘 有積分拳杖,吹起大法師,還好我們這邊火槍數量不少 還有骷髏,這一把的話糟蹲了 陣地板,再飛鎚 哎,DK的位置很糟糕,這邊骷髏是完全發揮不出作用 主要是陣地之王還有大藍,對吧 所以說這個陣地之王很強,直升機也不斷的出,人主有錢啊 人主有錢,所以這一波的話,反而是把120的兵權捐在裡面了 120這個好不容易一個飛艇,加上普羅蘇的騷擾,想秀一把的 啊,想像噁心像我們這邊陰飛的,結果沒想到還把DK給送掉了 我去,這一波的話真的是透機不成18米 哇,這個太虧了,太虧了,但是我們這邊風況換下去了 整個這樣子交換下來的話,120是捐掉自己 大半的蜘蛛和一個DK,而我們這邊陰飛的話就是死了一點農民,對吧 然後一張TP,很虧很虧,120很虧 嗯,這樣子的話,再打下去,120就輸了,再這麼打下去,120就輸了,必須要換招 這個其實可以真的是,哦,這個獸人步兵的骷髏還是很帥的 他曾經是個獸人步兵,對吧 120再不換招的話,他現在在一個1.30的勝率是非常糟糕的 一個抽籃棒,又是本米蘇,5G力去 力去等級很高了 蜘蛛網也在點下去,就是主要是對直升機 進行一個限制,三發英雄,黑暗遊俠 人口對比,我們來看一下 120,48 默克雄,焦點了,它這次你先拿著的了 C4-22,這個打中的黑暗遊俠 你先拿著,還用了個圖,就差不多%,我走到G4-6, 不然上升機後,你把它走到的了 這是怎麼看,怎麼看,我這個打中的黑暗遊俠 小蟑鱼 不敢过来打,不敢过来抓,这十级龟的话只能让掉 大法师先去预警,然后用一个水元素,哇,直接吃掉了 直接给吃掉了,还会拨啊,哇,这十级龟好强啊,那是那个痛苦女王的大招吧 哇,这个十级龟好强啊,上来就把我们的水元素给吃了 那不划算的,上来水元素被吞得不划算了 小型复活东西,这个是复活的什么道具呢? 然后,拿了一个战鼓,啊,耐久之歌 啊,哈哈哈哈,好low啊,这个圣经师大招 这个是个圣经师的大招 就是你在这边阵王的单位,直接可以让你复活,那就很low了 啊,那就很low了,因为没死单位,对吧 哎,那这个,前妻可以冲一波啊,人族这个前妻,拿名兵干起来 可以冲一波,如果是我的话,先吃这个十级龟 对吧,前妻波特曼啊,步兵啊,这个东西往里面堆啊,甜啊,甜海啊,对吧 强行把这个点吃掉,反正可以复活,哎,这个可以有啊 对吧,然后这波,我们看这一波,呃,因为是前面刚练完十级龟的,所以说我们这边的一个人族的 呃,整体的一个整级的话是非常高,三角之王的话马上要到五级 马上到五级山王,那等级非常高,大法师的话已经是五级了吧,对,大法师已经是五级了,山王的话现在是四级满经验 双方都是双矿打双,双矿,一个诺瓦,再点一下,干掉一个男巫,因为也是很坏啊,啊,也是很好,告诉我们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用的 尝尝 铁子管上,哎,没有没有人啊,欸,扔了,扔了,扔了啥呀 人组这个阶段的话要输出有输出,要入盾有入盾,要限制有限制,所以非常强大 五级的大法师遭受了三级水人也是很吓人哪 这边还有疯狂吗,啊,放了个塔 三丘之王 越来越高,虽然说这1.30是被虚弱的。试镇1-2.60 骷髏海的骷髏海是完全被增强的兵 所以可以利用一下,120也开始利用这一点 山丘之王的装备非常豪华,加了5点护甲 上面想扩张,这个扩张的话没有那么容易,被抓住 山丘之王再次被沉没,5级的山王很强大 直升机过来先赶掉我们这边的毁灭 垂出力去,往前追 阵地板有没有来手,回城了,回城了 这样子一直在被交换回城,再次回城,这样子连续两本回城 而我们这边的骷髏法师的话,只有一个诅咒神庙在生产,有点少,放下第二个诅咒神庙 大法师,5级版经验值,然后我们这边山王的话,到了5级真的非常狠 人猪没有生三本,没有生三本 经济的话,多了三四千块钱,啊,多三四千 人口,60人口,对我们这边的69人口 一个诺瓦又杀掉个农民,一个5级地区啊,这关很坏很坏很坏 这个框的话,对王人来说是不能给你开的,因为这张地图是没有第四个封框的 诶,有点意思吧,这张地图是没有第四个封框的 而且大红点的话就这么一个,我们的实际规矩这么一个,打掉就没有了 这点是吧,我觉得上来就去打他,大概到刚刚二英雄出来之后,马上去去A这个点,我觉得会很赚 对吧,他反正会复活啊,死就死啊,对吧,讲道理这个设置还是挺有意思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玩一下,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去往下的张地图,有点意思 只是说这边民兵,如果往这边拉的话有点远 啊,人族想速练这个点的话,民兵太远了,太远 过去的话都变回来了,那没什么战斗力了,那输出不够 打那个十级龙龟啊,2000天写的一个中甲的话,这个输出不够 所以这个复活的这玩意的话,还蛮尴尬的 啊,兽人的话可以去利用一下,我觉得兽人这个,呃,弄个小歪,对吧 差点蛇棒啊,弄点兽人不兵硬扛啊,还是可以练的,哎,兽人可以利用到那个点,精灵也是 上来就去强吃那个点的话很赚,继续要打矿区,呃,再为我们这边的一个骷髅海拓时间回程回来,打是打不过的了,哎呦,基层团了 而且是没有带回山丘的,这个回程干嘛呀,哎呦,120这个,这个回程有点,有点,有点失误了 这个其实是我们这边infi超级大的失误,山王没有被带回来,然后120的话是看到对方回程也自己回程了 所以说这个双方这个都很紧张,都很紧张,120这个特别紧张,哇靠,这个稍微晚点回程的话转翻天哪 骷髅海来了,亡灵的一个,而且是给我们这边,呃,黑暗游侠套了一个,呃,邪恶力量 骷髅海过来了,这边有点准备不足,我们人足是有点准备不足的骷髅海 这波骷髅海会很伤,哎呦,准备不足,这真的是准备不足,邪恶力量全部给上,我们都没有5G力区,有邪恶力量的话很变态的 这玩意要有邪恶力量就很强,一波直接把人足给打死了呀,一波打死人足了,这波,这波,呃,力区的话是把我们前排的拖滑者全部点完了 点上,有没有,有没有宝贝道具,死亡场要管上,上面的骷髅法师没人管,哎呦,有人足这边完全是没有准备的 骷髅法师招啊,我去,呃,邪恶力量真的很强大,这个力量输出很高很高 一波冲回去的话,我们现在直升机完全成为右盾 抗不住,破法者完全抗不住,但是这个三丘之王啊,是真厉害 三丘之王抗不住了,哎呦,有没有交换道具,交换,哎呀,交换了回程,但是没回去,那这样子的话,大马师把自己回程也丢了,GG 一波就把人足打死了,啊,恭喜我们这边的120,一波把人足打死了,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